暑假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玩具大展 今天在世貿一館正式登场了 最新的蓝牙机器人可以用手机来操控方向 而今年最受欢迎的玩具就属空拍直升机了 内建的摄影机可以一边拍摄一边飞行 而且入门款一台两千块钱又找 小朋友一字排开大跳英雄舞 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 因为他们最期待的玩具积木展正式登场 而今年最受欢迎的就属这个 电影看见台湾引发了一股空拍热潮 现在像这样子一台迷你空拍机 只要两千块有找 提具校用了在空中翻转 内建摄影机能够边飞边录 就算是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 每个360度方向都可以这样 卖得好吗 卖得很好 像我们一个展览下来 我们大概两三百台都有 最新形态的蓝牙控制机器人 可以利用手机APP跟它联动 而且还可以在盘子上放一些简单的物品 在小盘子上放东西 这个聪明的机器人也能自动找到平衡 用手机当摇杆就能够控制方向 而且iOS和Android系统都有支援的APP 现场还有由七千块积木组成的超级球星C罗 以及积木版的士卒冠军奖杯 各式各样的英雄模型 爱收藏爱寻宝的大小朋友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王志文周婷宇台北报道